大家好,我是浩浩 大家好,我是甲诺 今天要介绍的是 炸药之父 诺贝尔 阿弗雷 诺贝尔是瑞典著名科学家 发明家 企业家和慈善家 哇,他有那么多桃鲜哦 好有才华哦 他一生拥有355项专利 也太多了吧 诺贝尔最著名的发明式炸药 就是细澡土炸药 诺贝尔没有结婚 也没有孩子 后人依照他的遗注 设立诺贝尔奖 1901年开始 每年都会颁发诺贝尔奖的五个奖项 蛤,哪五个 第二五个呢 1833年10月21日 阿弗雷 诺贝尔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出生 他的爸爸 伊曼牛尔 诺贝尔 有绘画及机械制图的天赋 是建筑师 也是机械工程师 她曾研制蒸汽引擎和水雷 也是军火制造的先锋者 研究过数种爆破石头的技术 妈妈安德莉塔 是个坚定聪慧的女人 即使在经济拮据的时候 仍保持乐观的态度 难怪诺贝尔那么厉害 我跟他一样爱科学 也喜欢文学 诺贝尔五岁时 父亲事业失败 因此到俄罗斯从事军用机械制造工作 诺贝尔九岁时 随着父亲一起到俄罗斯 经营军火和军事机械制造 让诺贝尔一家逐渐富裕 享有很高的生活水平 重视教育的父亲聘请教授及的家教 教导诺贝尔兄弟各类领域的知识 从物理、化学、数学 到文学、哲学和语言等 造就诺贝尔不仅是极为优秀的科学家 在文学和哲学领域更是造诣深厚 此外 诺贝尔还是为精通瑞典语 法语、俄语、英语、德语 意大利语的语言天才 我只会说中文跟一点点英文 我爸爸妈妈说科家话 在文学方面 英国诗人雪莱及拜伦的作品感动他最深 尤其是雪莱 诺贝尔对他诗中丰富的想象力 追求世界和平的博爱思想所着迷 这或许是他设立文学以及和平奖的原因 诺贝尔父子因为战争变有钱 1853年 克里米亚战争爆发 诺贝尔父子钢铁机械制造公司 生产军用物资供应俄军而致富 1856年 战争结束后 俄国沙皇尼古拉已是去世 新政府毁约 诺贝尔父子的公司宣布破产 家庭事业的停摆 使得诺贝尔父子反而有更多时间与精力研究爆破材料 诺贝尔的化学老师曾提起过一种炸药物质消化甘油 并向诺贝尔示范操作 垂及消化甘油爆炸实验 化学老师说 如果能控制它爆炸 它将在军事上大有用处 这引起了诺贝尔的极大兴趣 决心要完成消化甘油的炸药 炸药很危险呢 研究炸药要做什么 诺贝尔经过长期研究与实验 发现消化甘油爆炸必须把它加热到爆炸点 设施170度到180度 或以重力冲击 他定定两个研究目标 一、研发油状炸药的安全引爆方法 二、爆炸威力不减的前提下 改变炸药的形状将危险降到最低 1865年诺贝尔发明雷管 他制作了栓井蜜蜂的黑色火药管 将黑色火药管放在消化甘油中 如此,借着管子的爆炸 来引发消化甘油更强烈的完全爆炸 这种油状炸药让各国的爆破工程进度加快 诺贝尔的公司生意蒸蒸日上 你看吧,我都说很危险吧 那他放弃了吗? 没有吧 消化甘油虽然已能控制引爆 但是不耐摇晃撞击 对温度变化很敏感的特性 导致搬运、储存是一大问题 1864年9月3日 这天是诺贝尔人生最凄惨 最失败的一天 他在斯德哥尔摩的工作室 因实验失败而引发大爆炸 诺贝尔本人侥幸活了下来 实验室里四个助理 以及他挚爱的亲弟弟不幸允命 手足因自己的发明而死 让诺贝尔十分悲痛伤心 他才没有放进呢 但诺贝尔的改良发明 并没有因此却步 弟弟的死 始终在提醒着诺贝尔 这不够好 不够安全 最后诺贝尔总算找上了细枣土 我看什么是细枣土 他可以吸收比自己体积多三倍的消化甘油 成为像黏土一样染印势中的块状物体 从高处投落 制成小粒放在铁板上敲击都不会爆炸 性能比网各种版本都还稳定 1867年 诺贝尔带着他的新发明注册专利 命名为Gynamite 细枣土炸药 自从这种炸药研发后 因炸药不稳定所造成的伤亡大幅减少 炸药让贝尔更有钱了 细枣土炸药方便稳定的特性 立刻在欧洲造成大规模的抢购 而后又发明了威力更强大的炸药 明交炸药 1875年 在偶然的机会下 他发现硝酸纤维素及消化甘油 这两种爆炸物质可以完全融合 成为一种类似果冻般软硬的胶质和成物 在运输或使用的安全性上 与细枣土炸药不相上下 威力更强且不怕潮湿 这种炸药叫做明交炸药 还蛮难度 还要挂到 好像有点有趣 无烟炸药 明交炸药之后 诺贝尔于1887年又发明了无烟炸药 无烟炸药的优点是爆炸后无残渣且近于无烟 诺贝尔发明炸药当时 正是工业与城市快速发展与扩张的时候 将被爆破和开挖煽动成本的技术 让诺贝尔不断累积财富与势力 就是这个时候人类开始破坏地球 诺贝尔一生拥有355项专利 到诺贝尔去世的1896年 诺贝尔系列的公司已分布于瑞典、挪威、德国、法国、英国、美国、南非等20个国家 拥有93家工厂 每年生产66500吨炸药 使诺贝尔成为了当时最为富有的大家族之一 诺贝尔不开心 为什么要煎还会难过 诺贝尔发明炸药初衷是协助工人们有效率 安全地完成高风险工作 如岩石爆破或开挖煽动等 但炸药却获得各国军方的青睐 他们大量购买炸药送到前线 炸药成为杀人武器 令诺贝尔非常痛心 诺贝尔晚年患有心脏病 受风湿并折磨 而他经常服用的扩张血管的药物 就是他一生致力地成就消化甘油 他使用消化甘油发明炸药 是为了炸开矿山和铁路的脉络 他服用消化甘油 则是为了疏通观众动脉狭窄或堵塞 1896年12月10日诺贝尔因心血管疾病 在意大利的别墅中病逝 这里诺贝尔奖 终身没有结婚生子的诺贝尔 在过世的时候 留下约400万美元的资产 相当于现在约52亿台币 在弥留之际 诺贝尔写下遗嘱 遗书执行人可将我死后的财产 投资在有价证券作为基金 将每一年所得的利息 颁发给前一个年度对人类社会有最大贡献的人 该利息分成五等份 分别颁给 对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等三大领域 有重大发明或贡献者 在文学领域创作中 具有理想倾向的最佳作品者 促进各国间友好 并对世界和平静最大 最努力贡献者 根据他的遗嘱 从1901年开始 据国际权威的诺贝尔奖创立了 每年的12月10日进行颁发五个领域的奖项 分别是诺贝尔最爱的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 以及他极力推动但始终无法如愿的和平 怎么只有五个 我听说是六个 对对对 还有经济学奖 第六个诺贝尔奖 经济学 1969年 瑞典出资增设 瑞典银行纪念诺贝尔经济学奖 同称诺贝尔经济学奖 表扬在经济学领域做出杰出贡献的人 尽管与前述五种奖项合称诺贝尔奖 但实际上不是诺贝尔遗嘱中捐助的奖项 要考试了 请问 诺贝尔奖的六个奖项中 哪一个奖不是诺贝尔本人设立的 编辑学奖 请问 诺贝尔发明炸药的初衷是为了让工人有效率且安全的完成危险工作 还是为国家战争而生产的致命武器 帮助工人有效率的工作 开放题 炸药让诺贝尔致富 却也让诺贝尔不开心 为什么呢 因为炸药使网络很多人 炸药说故事 大人物小故事 谢谢收看 请按赞订阅加分享 请订阅加分享 小账尔